好,在熟悉了宿主空间的概念过后 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宿主能够定义成类似像Int A100 这样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分配这样一个空间 而这个空间呢 其中呢我们告诉大家 Int代表的是这个空间的一个什么 访问的最小权限 那么我们在访问这个空间的时候 既然可以用Int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指针来访问呢 也就是说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我们直接怎么的 里面存放的不再是一个个Int的值了 而是一组什么地址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实际上就理解成什么 是一串宿主 值这样的宿主中呢 存放了一堆什么一堆地址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指针宿主的概念 那么指针宿主呢 我们看看它的定义方式是什么样的 它的定义方式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还是定义一个变量名 作为我们的宿主名 宿主名后面还是跟我们宿主的范围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它的前面需要不再是一个Int了 而是一个什么 而是一个新 也就是说A100的前面 利用新来什么 来告诉A里面存放内容的一个什么 一个属性 好 然后这个新的前面 又因为这是定义的新 所以新还有个问题 新是如何读内存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再定义 比如是Chair或Int这样来修饰这个新 所以指针宿主的定义上 或者说咱们在写它的声明的时候 咱们要看得明白 这个地方存的是A A所存的实际上是100 100这样的A 100个这样的空间 每个空间都是一堆地质 它只是地质里怎么操作 是一个字节 所以这个A的大小是多少呢 我们说size of的A的大小是多少呢 记住这个地方的A 因为它是个标签 所以用size of看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个标签的总大小 这个标签的总大小 这个在跟我们原来所定义的Int 比如说Int B 然后我们size of B 这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B是变量 对不对 它变量的本身的内部属性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字来看 但A是个非常特殊的 它不是变量 它是一个什么标签 或者是个长量 那这个长量大小是多少呢 这个长量大小代表的是 这个长量所管 所在申请空间时申请的大小 那么申请大家要申请多少个 100个对不对 100个 但每个多少个呢 我们说这个要注意 每个多少个 不是欠的 因为是里面存的是一堆新 所以说是一个 所以说不是一个 四个 因为一个地址是四个字节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指振宿主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宿主里头存放了一堆地址而已 所以这个问题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个问题引入过后 大家可以跟我们的什么呢 跟我们的恰星星A进行个对比 那么恰星星A和这样的一个宿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再画一个图过后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 你怎么好理解 你就理解 那这两个概念 一个是我们原来说的多基指振 一个理解成指振宿主 那么这两种概念 你觉得哪种更符合你的逻辑思维 你就用这个方法来记 好 我们来看 那么我们说先说宿主 宿主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的空间确确实在这 然后我们的空间实际上是把它进行了一个细分 进行了一个细分 进行了一个细分 那么当然多少个 这个是你可以自己定义的 自己定义的 当然我们说这个只是在定义空间 但是使用空间是可以无穷的 看没有 还是这样可以使用无穷的 但是每一个空间怎么的 它都不是平白无故的是个数 而都是一个什么 带有箭头这种符号属性的什么的值 那么这个值里面指向内存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画成这个样子 好 大家看到这个图 是不是立刻想到了我们所讲的二维指振 也说我现在有这段宿主空间 要想指向这些空间的值 它们之间没有线性关系 那么可能是它只 可能是第一个空间是这个 然后下一个 还记不记得原来那个图 对吧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 那这样的话 我现在对于宿主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把这个标签 标签定义好了 标签定义好了 但是我要想什么 去把这个标签的值存进去 怎么存呢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开辟一个小圆圈 把这个标签的值传进去 对不对 标签的值传进去 好 那么这个传进去的过程 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二维指振 二维指振 那也说 二维指振原来也提到过 它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片什么 连续空间的手提值 它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连续空间的基地值 付给它呢 自然而然也就变成了什么 二维指振的感应 那所以说对于二维指振来说 我们建议大家怎么呢 建议大家在理解上的时候 更多的是把它理解成什么 就是指振数组 或者说你只要看到恰心情A 你的第一个反应 我们怎么操作 我们确确实实可以通过A这个标签 然后它的下标A0 然后A1等等 这样通过这样的操作呢 然后去访问每一个元素 然后每个元素里面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访问到 所以对于指振数组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跟我们的二维指振之间的关系 能够建立起来就可以 也就是说你觉得哪种 你觉得更好操作或更好记忆 那你就用什么 对应的这样一个符号 进行相应的操作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关于指振数组的 一个基本概念